我们就照着这个缺口 从这里 注意啊 就是从开口这里 然后慢慢的卡进去 注意一边卡 一边按住上面 防止它翘起来 然后往里面推 现在已经装好了 大家看一看 很牢固 不会说松动 我这样用力搬 我这样用力搬 就是这样子 这里一个孔 这里一个孔 然后我们的油门探板 这里一个凸出来 这里一个凸出来 所以结构和那个原车 自带的是一样的 直接盖上去 就OK了 盖上去 注意盖上去之后 那两个凸点 就是那两个凸 油门探板 这上面一步一步 讲解一下 给大家怎么装 首先呢 我们拿这个翘板 这个翘板的话 网上都有卖的 就是一般 这一块我就一直 你可以去那个汽球店装 也可以 自己装的话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然后呢 先从原车这个门杆条 这里 把那个原车那个卡扣撬开 撬开之后呢 然后就是 再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直接可以 直接就可以掰下来了 然后再拆这一块 它原车这里 都是一块一块卡上去的 其实拆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好 现在这一块已经拆了 在下面就是拆这一块了 好 现在原车的这个修理踏板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修理踏板 大家看一看结构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里一个这样的 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修理踏板的结构 和原车的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安装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 这个卡子 卡进去之后 然后呢 这一端 这一端 这两个 这个小小钩子 直接卡进去 还有这个也是 卡进去 OK 现在修理踏板已经安装上去了 很牢固 就是已经卡上去了 然后下面 我们再把之前这个拆下来的 给拆回去 我们先把这个油箱这里 稍微掰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油箱里 好,这一块也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再把原车这个油门,门槛条这里 好,现在门槛条也装好了 它里面就是卡子一块一块卡进去的 所以大家安装,安装起来很简单的 它就是原车这个门槛条这里 里面都是一块一块小卡子卡上去的 好,下面给大家看看三件套的整体效果 休息踏板,油门踏板,刹车,不是,这是刹车踏板 这是油门踏板